第十四題 教室黑板的上方裝有三支日光燈 当控制开关按下时 三支日光灯会全亮 控制开关拉开时 三支日光灯会全灭 若其中一支日光灯损坏时 另外两支日光灯仍可正常使用 下列合者为此三支日光灯控制开关与电源的电路配置组 我们晓得如果一个灯泡坏掉 而其他灯泡能够继续亮的话 表示这三个灯泡是要并联使用 而不是串联使用 所以我们的A跟我们的C都是错的 同时如果按下开关就会全亮 打开开关断路就会全灭 表示这个开关是要装在所谓的总电路上 控制的是所谓的总电流 所以像B这个开关只会控制这个灯泡的亮度 而不法控制其他灯泡的亮或灭 所以逼的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只有珠是对的 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 此三个日光灯控制开关与电源的电路配置组合者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应该要选的是珠 三个灯泡并联 而开关放在所谓的总电流上面 总电路上面